哈囉我是Sky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常常在發生某些事件之後 就會產生極高康的鬥志 感受到我們身體充滿著能量 彷彿能夠面對任何艱難的挑戰 那這個事件也許來自於 一本書 一句話 一首歌 一部電影 一張相片 一個喜悅 又或是一個缺憾 那這股強大的力量正是來自於我們的內心 那運用得到它可以成為 提高你表現的心理技術 讓你正向的面對不論是健身 重訓 又或是人生上的任何事情 但是這股能量它終究會消散 充滿鬥志的時候 我一定要 減肥成功 一定要戒焉 每天早起規律生活 甜點 含糖飲料 榨物 全部都靠邊站 一週健身五天成為心目中那個完美的人 當這股能量消散時 啊 算了啦 這麼辛苦是為了什麼 每天開開心心 爽爽肺也沒什麼不好啊 工作這麼辛苦 買杯珍奶套賞一下自己 下班跟朋友 同事去吃點重口味的 那回到家 只想 畫畫手機上上網 回過頭來你會發現你一直在重複做一樣的事情 一下子充滿鬥志想要改變 那一下子又心智缺缺想要帶在舒適圈 這個時候我們再來回頭看看自己 然後問問自己最喜歡哪一個階段的你 回到今天的重點 我們要如何延續這股鬥志 讓自己時常充滿滿滿的正能量 提高心理竟然保持我們內心的強度 不但可以增強你在 競技 比賽 重訓健身上面的運動表現 同時也能讓生活領域上各方面得到提升 那事業 學業得到了有效的比賽 最常會聽到相撲口中的心記體 而心則是在三者中的第一位 由此可見心理技術的重要性 也常會聽到健身者們口中的健身也要健心 那我今天在這邊跟大家分享幾個提高表現的心理技術 我們把它分為兩個層面 外部的放鬆技術 以及內部的自我效能 外部的放鬆技術 利用透過呼吸以及放鬆來讓身體覺醒 以及控制過高的壓力以及焦慮 深度且規律的橫膈膜呼吸法 是一種可以讓身體以及精神達到放鬆的簡單技術 在專攻呼吸的過程中 從心理思維 刨開雜念 讓注意力更加的集中 這可以說是所有心理訓練的請導 再來操作橫膈膜呼吸法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對你來說最舒服的站姿 把注意力指向腹部區域 首先進行幾次深呼吸 讓腹部收縮全身放鬆 特別是頸部以及肩部 自然放鬆下沉 接著開始在每次呼吸的時候 都讓腹肌鬆弛 把氣灌進去讓腹部突出自然膨脹 整個吸氣的過程 分別從下腹部到中胸部 最後是上胸部 放鬆我們更多的動態肌肉 讓身體覺醒以及控制過高的壓力及焦慮 當我在訓練當天感到疲倦懶散 或是在做大重量的時候 覺得注意力不夠集中 我就先讓自己靜下心來 然後重複幾次橫膈膜呼吸法 讓自己的狀態回到較佳的時候 而內部的自我效能則是透過心理的角度 去提升運動表現的人力 簡單來說就是透過心理建設 來讓自己更有自信 高度知覺自信的人 即使經歷了失敗 也不會氣餒或是懷疑自己的能力 反而會重拾自己的信念 讓自己更加強大 繼續往前走 離人的知覺自信 來自於心情或情感 過去成功或失敗的經驗 自我或他人的鼓勵 生理狀態等等的 這些效能來源 可以很好地轉換到比賽 或是訓練環境當中 如果今天兩位相同水平 技術相當的選手 在賽場上競技 那比賽出來的結果 往往就會取決於自我效能的表現 也就是我們內心的強度 那些相信自己的人 往往會比那些沒有自信者 要來得更有動力向前 更具有完成目標達成理想的決心 所以自我效能對於訓練 或經濟上的成功 是有直接影響的 下次如果當你感到失落 或是在訓練的路上 想要放棄的時候 不妨有自己來個正面的自我談話 加油 我一定可以做到了 胸紮臉全身灌注 我準備好了 跟大家說一個秘密 我自己也常常會感到怠惰 想要偷懶 或是練到一半的時候 想要放棄後面的訓練 這個時候我就會常常靠在槓上 把心思沉澱下來 深層規律的呼吸 並且跟自己來個正面的自我談話 不過我的談話內容有點中二就是了 有機會再分享給大家 希望你們也可以把自己的自我談話 在下方留言分享給大家 我相信一定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人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希望有幫助到你 在離開前也別忘了按下訂閱跟喜歡 我們記得按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